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象先生已经为大象小姐做好了美味的早点 这是他们的第一个纪念日 大象先生为此准备了很多鲜花和礼物 大象小姐很高兴 可她也有点难过 大象先生为她准备了这么多 她却什么都没做 看着大象小姐那皱成一团的小脸 大象先生知道 这个笨蛋又开始较真了 她把大象小姐揽入怀中 揉了揉脑袋 温柔地说 那这样吧 我亲爱的大象小姐 我想吃你做的蛋糕了 你愿意为我做一份蛋糕作为礼物吗 大象小姐当然愿意 满心雀跃地走向厨房 立志要为大象先生做一个世界上最最好吃的蛋糕 而身后的大象先生看着她 忙碌的小小背影 低声呢喃 笨蛋 能和你在一起 一起牵手 一起散步 看着你对我微笑 所有这些平凡的瞬间 就是我彌族珍贵的礼物 今晚的故事就到这里 去睡吧 愿你今晚好梦 我是小睡眠APP哄睡师 张哲瀚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